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主题是近期新开护肤和彩妆产品的review 那这个单元呢也是一个崭新的板块 在这个单元出现的产品大多数是无功无功 我只是尽可能详细的把我的使用感受分享给你们 因为这个单元出现的产品基本不会在我的暗用品里拿出来和你们分享 但是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是否适合你们自己 然后要不要购买 OK 当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和你们分享的是3家的自然植物平衡洗糊发产品 我的头发量非常的多 由于发根原来就是被烫过嘛 所以现在很干 但是头发脸部分呢又比较容易出油 所以我买这个洗发产品的时候 希望它是有一定的控油能力 让我的头发变得更加的顺滑 在这类的无归产品中 它的使用感总体来说还可以 能够打出比较丰富的泡沫 味道是橘子和佛手干的味道 也是很清新的 它的成分非常的天然 孕妇也可以使用 它的控油能力相当的好 就是用完它之后 我第二天到晚上的时候 这个头发脸部分都不会觉得有出油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刚用完这个洗发水 你会觉得头发非常的干涩 在你捣这个头发的时候 会有很严重的脱发问题 因为它真的太干了 然后你上上它的同款系列的护发素 冲洗过后你会发现 它没有任何的假滑现象 并且是在柔顺丝滑的同时 带有干涩感 所以我觉得它的护发产品 可能是由于成分太有机了 给我的感受就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当你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以后 头发整体的柔顺程度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由于它在洗头发的过程中 会让我强烈的感觉到干涩 这一点呢 我宁愿选择其他同类的乌龟产品 但是在洗的过程中的感受会好一些 不让我的脱发非常严重 所以这一款呢 我用完之后应该是不太会回购了 第二款产品和你们分享的是 CPB加的这款抗皱眼霜 那它的价格呢 真的不是很便宜 代购下来要1300多 但是由于我的年龄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做抗老的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我就投资买了这款眼霜 它总体的使用感还是不错的 它这个里面是配有一个按摩棒 这个按摩棒我觉得使用起来也非常的好 它是有这样一个拨边形的形状 所以你在做眼下眼周按摩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一款眼霜的功效 我觉得有两点非常非常的明显 第一就是有效的防止黑眼圈的形成 如果说你晚上休息的很晚 那接下来的两天你的黑眼圈不会增加 并且我使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发现它对于我原有的黑眼圈 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淡化效果 也就是它这款眼霜有提到的美白提亮 那在我身上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体现 第二个是用完它之后 我眼周有一定的紧致效果 那在用它之前呢 我会用兰蔻加的那款眼部肌底精华做一个打底按摩 眼部就不会觉得很干 然后之后再涂这款眼霜 觉得它吸收的也非常好 它的质地是有一些厚重的 所以我只会在晚上来使用 功量非常的省 现在只是挖出了一个小坑 那每次我占取的量 就是把这个按摩棒填满 就是让它四周完全的占满 然后一半的量在左眼 一半的量在右眼 这样的话不会让我觉得厚重 并且吸收的很好 也不会让我的眼周长脂肪力 眼霜的使用感呢 在我看来是基本上符合它价格 所能体现的一些功能 我个人相对比较满意 但为什么又不会在爱用品和你们分享呢 因为这个产品适合的人群还是那些 三岁以上已经有了抗老需求 并且对我刚才提到的 能够预防黑眼圈 然后眼周紧致这两个功能 比较重视的同学吧 你们如果荷包相对还可以的话 就可以考虑投资买他们家的眼霜试一下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第三款要和你们分享的是 Hachi家的这款蜂蜜截面灶 我买的是那个小的试用装 这个试用装我用了两周左右吧 就已经快用完了 它据说是能用一个月 但我个人觉得肯定用不到一个月 它里面配套非常贴心 有这么一个起泡网 然后我现在装它的这个盒子 是Muji家的一个可以成肥皂的小盒子 非常的干净卫生 那这个截面灶呢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首先我混油皮不是非常喜欢用灶类的产品 因为我觉得有些麻烦 然后这款产品呢 它通过起泡能够打出非常多的泡沫 但那个泡沫不会很细密 上脸之后呢会比较松散开来 你通过打圈按摩冲洗干净以后 会发现你的整个脸非常的清爽 但是会有一些干 就是拔干 因为接下来呢 我可能会刷牙 然后早上冲杯咖啡 前前后后应该有四五分钟的时间 接下来我才会进行后续的护肤 那个时候我会发现 我的下巴这个位置会有些干 甚至于有一点点的起皮 那我也不排除 是因为我个人最近有用一些酸类的产品 去我的闭口 所以可能在用这个截面皂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很干 请供大家参考吧 如果你们也想买Hachi的这款截面皂 我建议你们可以买这个小包装的来试一下 如果觉得非常适合呢 你们再入正妆 那它的总体使用感 我个人觉得没有雪花秀的 宫廷密皂来得更滋润更保湿 下面和你们分享一款韩国的品牌 它的名字叫Face in Face 一个是适合敏感肌使用的卸妆水 那它非常非常的温和 它做一个眼部的卸妆 用棉片大概敷10到15秒 反面一共30秒 轻轻的带过 就能把眼妆卸得非常的干净 并且不会有任何的刺痛 或者觉得这个液体进到眼中 有不舒适的感觉 我非常推荐 如果你们也是很喜欢贝德马的那款卸妆水 可以考虑买来尝试一下 但是这一款呢 也不是大家非买不可的一个产品 下来是他们家的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我只买了两款 一个是补水镇定 还有一个是收缩毛孔的 它的使用感 我觉得一般般吧 近期可能不会回购 它的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它这个单片要卖到18到22人民币 它是凝胶状的面膜 上下分层 有一点像East Skin的那个蜗牛面膜一样 它的补水效果 我觉得一般 尤其是说夏天来使用 我个人更喜欢用高丝纸膜 就是用非常清爽的水来敷全脸 然后它的精华液不是很多 这一点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就是你敷上它呢 会哩哩拉拉的滴到脑袋式 滑液完全吸收之后 你撕下来 你会觉得脸摸起来 有一定的弹性 但是就是没有像 敷那种很清爽的 纸膜让我觉得脸 水当当的 最后要和你们分享的两款产品是 最近微博私信我询问度最高的 一个是保拉针选的2%水洋酸 还有一个是Dr. Wu的杏仁 酸幻彩精华 我当时买它是因为我有黑鼻头 然后毛孔粗大 并且下巴会经常起些闭口 所以买了这两款产品 我先后呢 就是分别有使用它们 它们的质地 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水润的 上脸之后 不会有任何的刺痛和不舒适的感觉 但是保拉的这一款 上脸之后会有一些泛油 因为我是混油皮嘛 所以对油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那它上脸之后呢 你会觉得虽然它水质地 但上脸之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有一些油光 杏仁酸呢 它的使用方法是建议两三天使用一次 并且是局部 你可以把它涂抹到毛孔粗大的地方 有闭口的地方 还有黑闭头 但是水洋酸的这一款呢 你可以全脸使用 把它倒在化妆棉 脸擦拭 并且它有说前两三周 建议每天使用一次 之后呢 你可以早晚都用它 那我现在暂时只是用于晚上 因为白天我觉得 是不是会有一些过于油润 这两款使用下来呢 杏仁酸 我应该是用了一半的量 我之前没有太注意 是连续四个晚上都有涂它 然后第五天呢 我早上上妆的时候就发现 我下巴这块非常非常的干 有起瓶我才意识到用的有一些过度了 之后我都停下来 然后基本两三天用一次 它对闭口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效果 对黑闭头呢 我用了大概一个半月吧 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 黑闭头的作用 但效果来的也不是很明显 我现在用了一半的量 所以用完这款杏仁酸 我暂时不会买了 我的这款浓度是18%的浓度 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个人的皮肤 对这种酸类没有太大的忌讳 还是比较有很好的耐受力吧 但是这一款效果来的不是很明显 然后反而是这个宝拉的这一款 对去闭口在我身上有个比较好的体现 现在很多人就是有问我 闭口到底是什么样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脂粒 堵塞毛孔 形成的那种 你摸起来有很小很小的疙瘩 但是它代谢的又很慢 你通过做深层清洁面膜啊 还有日常的卸妆 有的时候它会冒白头 你通过粉刺针把它挤下来 加速它的这么一个代谢 但是让它自己扁下去就很难 用了 宝拉这款水洋酸呢 你会发现痘痘要么是加速了新陈代谢 两三天能够扁下去 要么就是比较容易的能够挤出那个白头 然后代谢掉 所以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满意 它的用量也非常的省 我有的时候会倒在化妆棉上 擦拭我全脸就是经常起闭口的地方 或者是毛孔粗打和黑鼻头 要么就是直接用手轻拍 我觉得效果还都不错 我之前也有买它们加同系列的一款 调节水油平衡的toner 那这款水的使用效果就不是很好 我现在已经用到这儿了 它就是没有任何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地方 并且它的水呢 虽然不粘腻 但上脸是有一定存在感的 所以用完之后呢 我展示应该不会回购 但是宝拉这一款我个人非常喜欢 应该会全年回购和使用的一款产品 那在这个夏天呢 我也想提示大家 如果你们和我一样 经常会起些闭口 我建议在用这种酸类产品的同时 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 去吃一些低热量 然后少吃蓬化和甜食 这样的话都会减少我们身体 这种高GI产品的摄入量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注意清洗我们的枕套 还有背单这样的东西 因为上面会滋生细菌 第三呢 就是我们最好用棉柔筋啊 一样的产品去清洁我们的脸 就夏天不要用毛巾了 因为细菌真的滋生的非常频繁 我们又不能很好的保证 我们去定期清理它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混油皮的同学 那我们夏天一定要勤肤水膜 保证我们皮肤的一个油脂平衡 这样的话多余的油脂粒 就不会堵塞我们的毛孔 我觉得做好以上这一些 都是避免我们就频繁的 长闭口的原因 像呢就是我这期和你们分享的 这个单元的产品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单元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给我微博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们 OK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